大家好,在开场之前让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一位新老师开始上课说 所有认为自己很笨的人请站起来 一阵安静之后,一个小朋友站起来 老师对那个小朋友说 你认为自己很笨吗? 小朋友回答说 不是的,但我不想看到你一个人站着 这个故事只是告诉各位 当我准备今天演讲稿的时候 我只是想对自己说话 我在想着,如果我是台下的听众 我希望听到什么,我希望更新什么 现在是三月,大家都渴望春天的阳光 我们刚刚参加了耶格的英之航行 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 现在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摆脱寒冷泥泞的冬天 拥抱温暖 我们已经准备好去迎接春天的到来 我要和各位分享的是春天大扫除 这是指思维的春天大扫除 很多时候春天大扫除让人感觉好极了,对吗? 大扫除结束后 你能感觉到房屋完全不同 感觉更舒畅了 想想你的油箱 其中很多邮件,你都应该把它们删掉 或者至少将它们放到同一个文件夹里 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对吗? 这样,你就不用总是受到这些垃圾邮件的干扰了 它们会塞满你的邮箱空间 你的内心也不应该被这些垃圾所塞满 我建议各位,定期打扫卫生清理垃圾 每天都安排时间,把不需要记住的信息删除 你需要安排这样的时间,扫除消极信息,清理自己的头脑 你可以做一个清单 把你需要改变和扔掉的习惯,需要放下的担忧,已经停滞和毫无激励的梦想,错误的信念,以及毫无意义的伤害等等,都放进这个清单里 把它们写下来,然后把它们清扫出去 你在大脑中做出一个决定 把这些失望,这些令人沮丧的人或是从自己的生命中扫除 然后大张旗鼓地把这个清单扔进炉子里烧掉,当然要注意安全 也可以把它们放到碎纸机里 或者可以在收垃圾的人来到的时候,把它扔到垃圾桶里,然后看着他们被运走 但是,仅仅这样做还不够 几天以后,这些消极思想回到你大脑的时候 你要对自己说,不,我已经把它们烧掉了 我已经把它们当垃圾扔掉了 我已经把它们放到碎纸机里碎掉了 有时候,具体的行为能帮助我们在思维层面巩固它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维,而具体的画面能帮助你控制它 所以要这样做,不要只是列一个清单,还要把它们扔到垃圾桶里或者烧掉,让它们永远消失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对自己说 我的生命中再也不需要,不想要,不能再忍受这些东西了 我已经把它们扔进垃圾桶里 它已经从我的生命中永远消失了 我已经离开它了,要大声说出来,不仅仅是读出来 你的声音渗透进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将它存入记忆 如果有必要,每天都说这样的话语 我们会清洗自己的房子,我们清洗我们的车子 我们清洗自己的办公室,我们清洗自己的身体,清洗自己的衣服 在我们住的小区,有一个女士经常会擦洗她家门口的台阶 但我们却很少花时间去清洗我们最有威力的工具 那就是我们的大脑 那里被废物堵塞了 如果你发现自己继续关注你已经扔掉的消极东西 就大声说出来 我已经把它们扔掉了 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别人看到以后会觉得你很可笑 不要管它们,它们不控制你的收入 不要担心别人的想法 我妈妈喜欢说,别人会怎么想 很久以前我就对妈妈说,这是不对的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因为它们对我的收入没有任何影响 有时候,事情是不知不觉发生的 在你的生命中,有些事情会发生 你会留下不好的记忆 有时它会重现,再次刺激你 你有没有想过,你不够好 你不够聪明 你不值得在这个生意中成功 有没有人这样想呢? 如果你曾经这样想过 或者还这样想的话 你就一定要把这种想法扔掉 你要坚信,你能做到 你付出了努力 你值得成功 你足够聪明 你虚心可教 你持之以恒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你可以消除什么 第一,你认为自己不够聪明 不够好 不够有钱 不够友好 不够自信 来发展这个生意 通过听系统CD和读系统书籍 改变这个思维习惯 你听CD的时候 你就听不到自己的负面生意 各位发现这一点了吗? 你们多少人可以同时做多件事情? 女士们对此就很在行 但是你是不能同时思考两件事情的 如果你听CD 并专注于里面的信息 你就听不到负面的声音 书同样重要 我简直不知道 如果没有书 我该怎么办 有时候 我认为我的大学教育并不值得 因为我在这个生意里学到的东西更多 当然我喜欢教育 不要误解 但系统的推荐书是很棒的 各位一定要读书 我不会推广某一本书 你们可以问问自己的领导人 他们会给你推荐的 你应该摆脱的第二点是 说自己没有钱买聚会门票 说自己付不起酒店费用 说自己买不起汽油等等 有人有这种想法吗? 特别是新人 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寻求帮助吧 制定一个计划去服务一些顾客 这会给你带来零售利润 你可以用来买票 你可以上网学习 参加一些培训课程 学习产品 我见过的最容易最简单最奇妙的 推荐护肤品的方式是 这些产品你拿去用几天 我们再看看你用的如何 简直没有比这更简单的销售产品的方法了 如果你是新人 你需要多少个这样的顾客就能赚到足够的零售利润来买聚会门票呢? 不需要很多 这还是一个不断重复的生意 大多数使用过我们护肤品的女士都会再次购买 就是这么好 如此简单 如此有利润 另一件你要摆脱的事情是 告诉你自己和领导人 说你没有梦想 你们有多少人说过这样的话? 我就曾经说过 我做过梦 但都是噩梦 彼得也有噩梦 他想摆脱这个噩梦 你要走出去 让自己不舒服一些 去看一些你买不起的东西 一开始的时候这很难 我还记得当时非常难受 但是当你的难受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就会采取行动 伸展自己吧 做一些令自己不舒服的事情 我想再强调的是 希望各位信赖你的领导人 他们时刻准备着帮助你 你只要问问他们 我很早就发现 自己对珠宝了解不多 但我想要一些珠宝 我不确定自己喜欢什么 我既喜欢翡翠 也喜欢钻石 或者其他什么珠宝 所以当我走进珠宝店和店员打招呼说 我想了解一下蓝宝石 我今天不打算买 但是我给自己定了目标 在某个时刻 为自己买一份精美的珠宝 我想了解一下 自己将来要买的产品 你能给我一些信息吗 这样说的话 店员通常会非常乐意跟你说话 他们有的是信息 我总是会向他们要名片 让他们把那些珠宝信息 写在名片背面 告诉他们说 我达成目标后 我会考虑购买的 他们很乐意和你交谈 他们其实很无聊 特别是在这种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 有一天我们去参观一个珠宝展销会 那里的蓝宝石漂亮极了 他们极力向我推荐说 那天有很特别的折扣 我就是这样获得名单的 没有任何问题 不要因为你那天没买而尴尬 这没有关系 我有一堆珠宝店员的名片 有好多想买的珠宝 我们还没有达成买这些珠宝的目标 但我们一定会达成的 要走出去 做那些令你不舒服的事情 还有一点 不要再拖延为自己的梦想定下承诺 人们不设定目标 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达成不了 不想失败 这听起来很熟悉对吗 从小目标开始 比如这个星期我要打电话给一位女士 向她推荐某些产品 这个星期我要约我的领导人 请他们帮助我设定一些简单的目标 而不必是我下个月要做钻石这样的宏伟目标 我记得当初我们和领导人一起分析我们的小组情况 我们说 我们想十月份做直系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 要在十二个月内达标六个月才能成为直系 我们当时毫无头绪 但你可以问任何问题 你的领导人是很聪明的 我们之间并不知道 如何在这个生意里设定目标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正确的目标 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你要在某一天之前达成银章 你就需要在某一天做到四千分 所以你需要和领导人好好谈谈 可能你需要改变一些浪费时间的习惯 把时间用在你的生意上 可能是你看电视的时间 可能是和不支持你的梦想的人交往 你们都有家人是吧 我的兄弟姐妹都住得很远 所以这方面我没什么问题 我不需要听他们的消极话语 除了偶尔的家庭团聚之外 我是这样做的 如果我非常想看一个电视节目 我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例如 我必须先看十五分钟的书才能看电视 然而还要注意 不要看垃圾节目 必须是有教育性的 我喜欢看奥斯卡颁奖典礼 就是为了看明星们都穿什么样的礼服 看这种节目挺有用的 这样我就知道 达成钻石的时候 我如何挑选礼服 还有一件事情你应该摆脱 那就是下班回家后 人们通常太累了 不想做任何事情 你需要服用纽催来营养素 如果你感觉到疲倦 很可能是因为你没吸收你所需要的营养素 你需要知道自己需要吃什么 以便不要感觉疲倦 如果你需要做运动 你可以一边听CD一边做运动 这是充分利用时间的好方法 吃营养素 你既能感觉更好 还能获得业绩 有趣的是 我们现在的生意和很多年前 我们刚刚加入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了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是之前的我们了 我们的孩子们长大了 今天的世界 不再是很多年前的世界了 这个生意 已经随着世界的变化 而与时俱进 我们为什么要感到意外呢 我们要感谢上帝 不然 我们就得停留在恐龙时代了 如果我们的生意 没有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就会被世界淘汰 幸运的是 在我们背后 有两个非常强大的支持系统 第一个是安利公司 我已经讲过了 他们用最新的科技成果来支持我们 接下来 让我先生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的第二个支持系统 耶格家族 感谢我太太和各位分享了春天大清扫 我自己 也需要一些春天大扫除 首先 我想向各位介绍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丹 我昨天才刚刚认识他 他是我的一个潜在心人 他是一个很注重家庭的人 35岁 有两个孩子 是一个销售员 我是在一次银行业务中认识他的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聊天 建立关系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高科技时代 人们常常忘记人际交往 在座各位新人 你可能痴迷于用最新科技来装备自己 而忘记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建立关系 我想给各位介绍一个 你们都很熟悉的 非常好的工具 它叫效率手册 里面有着系统的操作模式 今天下午 我将会提到一些系统的术语 我建议各位都读一读效率手册 它包含着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 有着在这个生意里成功的八个步骤 我有着银行的背景 但我却有着活泼型的大脑 我的思维天马行空 东西进进出出 但我需要的信息 比如建造生意的原则 规划一个稳健的生意等等 都在这本手册里 这个手册包含各种各样 非常有用的信息 我极力推荐各位好好读读 对于那些最近没有读过的人 比如我自己 我和你们分享的同时 同时也提醒我自己 你们确实需要读这些材料 我不会要求各位举手 但是我肯定在座有很多人 最近都没有读过效率手册 有一句著名的话 来自费城的著名棒球运动员 康尼马克 让我读给你们听听 他说 一个人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管理好自己 不管任何事情 除非你准备好取胜 才会取胜 这正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 准备去取胜 达利和各位分享了 如何清除大脑垃圾信息 春天大清扫 我们来谈谈另一个方向的事情 你想要放进大脑的东西 今天下午 我要和各位分享的内容 我将它称为 这个生意的三个状态 效率手册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我们的基本指导手册 但如果没有这三个状态 你和成功的距离 就永远是差一点点 而且你会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你就是没能建立有效的生意 我是从德士特和波蒂耶格夫妇那里 学到这些酒精考验的东西的 他们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营销团队 你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搞清楚这些道理了吗 当然 我来讲一讲这三个状态 我会从我的潜在伙伴丹的角度来讲述 我不知道丹是否会参与这个机会 他现在只是我名单的一个名字 我昨天才认识他的 我不是在做招聘 不是去挖别人墙角 我不打算销售这个计划给别人 我在寻找也在寻找机会的人 丹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我不知道 但让我告诉各位 如果丹加入了这个生意 他会从我这里收到什么呢 他会收到一本效率手册 让我们先谈谈这个生意的 不同程度的承诺 再讨论三种状态 有三种不同程度的承诺 第一种承诺是参与 今天下午我看到一些新面孔 非常棒 欢迎各位来到这里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你可以来参加这样的聚会 你可以听CD 你可以读书 我们随时欢迎你 这是一个大家庭 这是一群很好的人 我们随时欢迎每一个人 这是一个带来成长和改变的 非常棒的环境 你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 这是第一种承诺 第二种承诺 叫做激情 它比较难用语言描述 在某个时候 这个生意从我们的大脑 去到我们的内心 很多人知道 公司的最新营业额 已经是100亿美元 这不仅仅是我们随口 和你们谈论的一个数字 这个生意是有效的 只要你愿意投入工作 它就可以为你发挥功效 我们今天不准备谈论太多的事实 但你需要做出承诺 你要对自己的未来和梦想 做出承诺 你对这个生意充满激情 你开始做不同的事情 突然之间 你激光般专注于你要去哪里 你想要什么 而且你手里已经有了 去到那里的途径 这时候 这个生意就从你的大脑 去到了你的内心 最后一种承诺 你需要和你的领导人 一起咨询和规划 如果这个生意 已经去到了你的内心 你发自内心的充满激情 你真的想建立它 我建议你打电话 给你的领导人 对他们说 我需要你的一些时间 制定策略 设定目标 我想拥有彼得所说的 那种承诺 我怎样做到 我想要做的事情呢 多少人想要建立一个 持续性的收入来源呢 每个人都想要 有方法可以做到 只要你是认真 和有承诺的话 你的领导人 就愿意支持你 我想和各位谈谈 我认为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让你们明白 你们手里掌握着什么 多少人知道 你要列一个名单 你要用正确方式联系他们 你要给他们讲计划 你要正确给他们起步 等等 这些都包含在 效率手册里 我要讲的下面三件事情 不在效率手册里 不过他们隐藏在 效率手册里 第一件事情 是交往 如何交往呢 我要挑战各位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但请允许我说 在场有一些人 包括我本人 都没有和正确的人交往 你们在和错误的人交往 并不是说这些人是坏人 但请仔细听好 一加入这个生意 我的领导人就教导我说 和你想要成为的人交往 多少人听过自己的父母说 别和那样的人交往 否则你会和他们一样 我和银行家交往 结果 我就变成和银行家一样 要小心和谁交往 在这个房间 你再和耶格系统交往 耶格系统是史无前例的 能和这个系统交往 是一种福气 当你找到了 人生的梦想和目的 你要小心和谁交往 即使你和这个生意里 志同道合的人交往 但是我向各位保证 一旦你找到了 人生梦想和目标之后 你的梦想和目标的敌人 将接踵而来 如果之前你不知道 今天下午你就知道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 这没有对错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 在座的新人 要准备好迎接他们 有些人对自己的梦想 没有足够的承诺 还只是随波逐流 所以 也许还没有感觉 经验告诉我 有三件事情 会影响你的心态 第一 我称之为干扰 有人会尝试干扰你 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很简单 他们会向你倾倒消极信息 他们会说 你凭什么以为自己这么聪明 能从事这个生意啊 或者是另一种干扰 人生不如一事 十之八九 很多人家里有各种事情发生 事实上 我们家的地下室 就曾经积水五英寸那么多 但这从来没有影响 我们参加聚会 我们参加的聚会 比在座所有人都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决心 要做好这个生意 所以地下室漏水可以等 在这个生意里 你肯定会遭遇干扰的 你不断发展 发展 发展 你姐夫打电话说 我们想去钓鱼 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你回答说 我去不了 我要参加聚会 然后你姐夫说 是吗 是那件事情 来吧 和我们一起去钓鱼吧 你去钓鱼了 你被干扰了 你的生意会怎么样呢 如果是一份上班的工作 你星期一还能接着上班 你的座位还在 你只是休息了一天而已 在这个生意里 你打断了动事 要重头再来 在座大多数人 从来没有做过自己的生意 我以前也没有做过 我们都需要学习这些事情 我们很多人都会做一段时间 受到干扰 中断一段时间 回来继续发展 又受到干扰 再回来发展 所以我们的生意 一会儿上 一会儿下 周而复始 这样我们就不能 建立一个稳健生意 这确实让我们很头疼 下一点是 我们的第二个敌人 是舒适区 我不会详细讲这个方面 我相信各位 应该知道它的含义 在这里 你自己感觉不错 我们也曾经经历过 这样的舒适区 我们觉得自己做得不错 我们允许自己 待在舒适区里 而不是继续追寻梦想和目标 最后一个敌人 是比较 这个敌人确实很难对付 他会干扰你 打乱你 攻击你的梦想 你把自己 和这个生意里的 其他人比较 这样的比较 会把你击碎的 其实你在和自己赛跑 这个生意 需要一起交往 但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着不同的跑道 有的人的跑道 比别人更长 这没关系 一起相处 有很多好处 但是请帮自己一个忙 永远不要和坐在旁边的人比较 这是交叉 有着非常微妙的负面影响 之后我们会进一步 讨论这个话题 好 让我们重新回到交往上 关键是和那些尽力 保护你梦想的人交往 请大家把这句话记下来 我是从我的钻石领导人那里 学到这句话的 他对我说 彼得 你要和那些尽力保护你梦想的人交往 不要让任何人偷走你的梦想 那些人就在后面 想要偷走你的梦想 你需要找到一个导师 你需要和积极发展生意的领导人紧密连接 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谁呢 他们是在这个房间里和你一起工作的人 他们的财务利益和你的成功息息相关 我的财务利益和我自己推荐线组员的成功息息相关 而对于其他不是我推荐线组员的人 他们成功与否则与我无关 虽然我也爱你们各位 但你不在我的推荐线上 你就不应该咨询我的意见 我在聚会上说的话 你要问一下自己的领导人 看看是否适合你们使用 因为他们的财务利益和你的成功息息相关 这说明他们有动力帮助你 这是一个很棒的生意 他们都在这里帮助你 这实在太棒了 关于交往的另一点是 与CD和书建立关系 听CD还是挺有趣的 很容易做到 我想更多和各位谈谈读书 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看书只不过是 看每一个月的体育画报 相信在座的男士们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一个运动迷 凡是和运动有关的 我都看 我看体育画报 但我还是会看华尔街日报的 因为我是银行家 这是必须的 他们让我读的第一本书是 大思想的神奇 我才不会读呢 我不需要看他 我是有身份的人 我是银行的高级副总裁 我已经很成功了 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呢 我对我的钻石领导人这样说 这个时候 他就知道我破产了 但他还是和我交往 帮助我 阅读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会改变我们的大脑和思维 你的思维至关重要 德士特耶格说 在这个生意里 我们教人们如何正确思考 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不思考 人们不思考 他们不想思考 因为思考太难了 随波逐流容易多了 我也曾经随波逐流 后来 我开始给自己的大脑 喂养一些好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约翰迈克斯维尔的书 我热爱他 我看过很多次他的演讲 我用他的思想来喂养自己的大脑 他在我生命的所有方面都给我帮助 我们通过系统接触到的作者还有很多 随着我们开始春天大扫除 我鼓励各位养成阅读的习惯 我是一个早起者 所有事情我都在早上做 因为那时很安静 达力相反 他晚上很晚才睡 我得早早睡着 早上五点就起床 我团队很多人知道这一点 我每天早上六点 通过语音邮箱 把信息发给我的团队伙伴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是一个习惯 达力谈到清除旧习惯 养成新习惯 有多少人喜欢睡觉 我们都喜欢 但我训练自己早起一个小时 用这段时间来充实我的精神生活 通过阅读来充实我的生意 通过阅读来提升我的心态 我和好的材料建立连接 你可以拿到系统的推荐资料清单 然后开始阅读 即使是一天一夜 我就是从一天一夜开始的 我曾经对我的钻石领导人说 我可是执行高级副总裁 每天需要看成堆的文件 我没有时间读书 他看着我说 彼得 你想建立这个生意 摆脱你的工作吗 我说是啊 他说 那你就一定要读书 他非常强硬 他知道如何对付我 我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 他必须这样才能对付我 除了阅读 听CD也很重要 CD会教你技巧 给你讲故事 故事是这个生意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今晚你们会听到我们的一些故事 他带给你希望 帮助你建立梦想 但阅读会从里到外的改变你 我不认识任何钻石 我不认识任何翡翠 我不认识任何一个 把生意做到直系以上级别的人 是不用阅读就能做成这个生意的 他们必须训练自己来阅读 如果你现在还读很多书 没有关系 春天大扫除 消除旧的 吸收新的 春天就来了 燃点你的激情吧 好 现在让我们接着讲第二个状态 我们刚刚谈过交往 和正确的人相处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复制 复制 有多少人看过 罗伯特清奇的现金流向线 各位应该都熟悉 我想和各位谈谈 现金流向线 因为复制 需要学习现金流向线 以及它和这个生意的关系 我们从现金流向线的角度 来讨论复制 复制和你的思维紧密联系 你必须改变你现在的想法 首先 让我们谈谈 一向线 雇员向线 你们很多人都是雇员 这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从来不贬低别人的工作 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 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好 我们不要扔掉工作 但要明白工作是什么 雇员有着拿时间换钱的思维模式 你在为处于右边向线的人工作 通常是B向线 他们有着一个系统 各位明白这两者的区别吗 雇员为有着系统的人工作 你不拥有这个系统 你为这个系统工作 这就是雇员向线 下一个是S向线 自我雇佣人士 我知道在座 有一些自我雇佣人士 在这个向线里 你就是系统 在座 有多少人是自我雇佣人士 我们从事这个生意的 都是自雇人士 自雇人士很好 可以带来现金 给家庭提供现金流 但是 如果你想休假一段时间的话 你还能有多少收入呢 一点也没有 所以 你就是系统 人们的想法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希望成为B向线的人 也就是生意拥有人 如果你刚刚加入生意 你就是在S向线里 成为自雇人士 你要学习如何复制自己 才能来到B向线 B向线的人 有一个系统为他们工作 这个生意 令我们所有人如此兴奋 正是因为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着同样的机会 让我们变得不一样 这是一句很不错的话 每一个人手里 有着同样的生意工具 让自己变得不一样 最后是 I向线 投资者向线 这个生意里的大多数钻石 都处于B向线和I向线 他们都实现了财务自由 他们的思维 和左边向线的人不一样 他们已经铺好了轨道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通过跟随他们 复制他们所做的事情 从左边向线 走到右边向线 这个生意里的每一件事情 都需要是可复制的 这句话非常重要 价值百万 达利和我在这个生意里 取得了一些成功 我们还没有获得 完全的财务自由 但我们已经远离债务 因为有这个生意的原则 我们正在走向 完全的财务自由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学习 这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 是我的钻石领导人告诉我的 他已经紧紧扎根在 哀向线里 但那时候 我还是在一向线 我当时可是银行高级副总裁 他继续说 这个生意 不是关于你自己 我非常吃惊 我说 这是我的生意 你说它不是关于我 是什么意思 他说 你写下来吧 把它敲进你的思维里 这个生意 不是关于你自己 如果你想要一个 持续不断的收入 就需要学习复制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必须是可复制的 你不能包揽一切 如果这样 你只能拥有一个 小小的生意 打理之前讲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有一些认为 自己的天赋不够 或者说 我没有才华 没有谁谁谁能干 做不了这个 做不了那个 等等 你要把这些想法 扔进垃圾箱里 你想要多好 就可以做得多好 当你循环这个模式 使用系统来复制你自己 所有成果都会如期而至 这个生意的关键是 在自己团队里发展领导人 你是否需要走过 效率手册里 谈到的所有步骤呢 是的 你需要 只有这样 你才能发展深度 在小组里 找到有潜力的人 然后投资在他们身上 帮助他们成为领导人 要做到这一步 要学会复制 我建议你找到一个导师 再回到我的朋友丹那里 丹还没有加入生意 我们之间还没有建立关系 有时候 我们走得太快了 德士特讲了建立关系 在这个高科技的世界 我们总是匆匆忙忙 做这个做那个 在网上和成千上万的人交谈 不是这样的 可以使用这些高科技工具 但是要明白到 这个生意的关键 在于建立关系 要让丹这个新人 在生意取得成功 他首先要找到一名导师 把这个词写下来 导师 这个人不一定是我 现在 达利和我 直接和耶格家族连接 我们的领导人 大多数已经退休 这没有任何问题 让丹加入生意的最好方法 就是让他参加下一个大型聚会 让他见到史蒂夫 多尔 杰夫 你们认为史蒂夫 多尔和杰夫会做什么呢 他们会强调遵循系统 这正是他们拥有如此庞大生意的原因 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 去建立这个庞大生意 而是建立了系统 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这一点非常兴奋人心 接下来 我对指导做一个小节 各位 可能记得基利大师 迈克莫多克 迈克莫多克说 要找到一个不寻常的导师 把这句话写下来 找到一个不寻常的导师 谁是你不寻常的导师呢 不寻常的导师 不一定是你的最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而你的导师太爱你了 他不想让你原地不动 我的钻石领导人曾经对我说 彼得 如果你在生命中想成就的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很好啊 我会支持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但是 如果你要前行 你就必须成长 我可不想成长 你再开玩笑吧 听到这里 在座多少人看得出来 彼得需要成长的路还很长 但这没有关系 我们都在这个友好的环境里 都可以做自己 然后按照自己的步伐成长 导师还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 请记下来 这非常的重要 不是我说的 是迈克莫多克讲的 他说 你的好朋友 对你的过去很舒服 而你的导师 则对你的未来很舒服 有多少人知道 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 你是无能为力的 它已经成事实 已经结束了 我们需要专注于未来 在这个生意里 我就非常有福气 找到了一个伟大的导师 在这个生意里的每一秒钟 对我都是非常珍贵的成长机会 只要我选择的话 他们足够关心我 给我提出一些 我可以改变的事情 但是 只有我提出问题的时候 他们才会给我答案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他们不是你的老板 我曾经习惯于 一向线里的思维 那就是 彼得 如果你做不了这个工作 我们会找到一个能做到的 在座多少人听过这样的话 当我加入生意的时候 这确实让我很迷惑 因为这些人不是我的老板 只有当我提问的时候 他们才会给我改善的意见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问题 你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做 这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边 这是一个很好的 春天大扫除问题 当你找到导师 一个财务利益 和你的成功息息相关 同时也是在积极发展生意的人 然后问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觉得 我有什么地方 是需要改变的吗 如果你和导师建立了信任 你可以很舒服地 问这样的问题 但是要明白到 你的导师会帮助你 但他的回答 可能不是你喜欢的 我听到的大部分事情 我一点也不喜欢 达利却很高兴 他说 继续 再说一个 迈克莫多克 还谈到 要做一个好的门徒 不过今天 我没有时间详谈 他说了一句精彩的话 你的好朋友 可以是一个 很好的拉拉队队长 但你的导师 是一个真正的教练 有多少人 是工作五天 或者一个月 然后拿到工资的 你工作五天 或者一个月 然后拿到工资 而在我们这个生意里 你用效率手册来工作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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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很多的工作量 你会接触一些人 你会和一些人谈 而他们会拒绝你 然后 你再和另一些人谈 他们还是会拒绝你 你可能找了很多的人 他们都拒绝你 突然之间 你找到了一个正确的人选 就想翻一副扑克牌 翻到最后 才找到一张红桃A 这个生意就是这样运作的 你运用复制 正确的发展 你工作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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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你获得报酬 你工作 工作 工作 然后 你获得报酬 获得报酬 你工作 你工作 然后 你获得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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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工作 持续不断地获得报酬 你们可以把钻石领导人 和这个国家 和这个世界上 最成功的人相比 各位知道有什么不同吗 他们有自由 他们既有时间 又有钱 这一点 让我兴奋万分 我们用复制来做什么呢 用来发展领导人 如果只是你自己 你就只能有一个小小的生意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在这个生意 在这个生意里 我见过有着超大自我的人 他们早就离开了 因为他们不能长期发展 让我们讨论最后一个状态 称为推崇 这个字眼 也许你们之前没有听过 你们之前听说过交往 复制也很好理解 推崇是什么意思呢 刚加入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术语 这是我最难理解的部分 再次强调 这个生意不是关于谁的呢 不是关于你自己 同时也要记住 你需要付出工作 推崇包含帮助你们 每一个在这个生意里的人 我会特别跟坐在最后的新人说话 当我刚接触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是东北部 一家大型银行的高级副总裁 我是所谓的商界大权威 我可以邀请任何人来看这个生意 只要简单的跟他们说 过来坐一坐 我有事要告诉你 我是认真的 这就是我的态度 我什么人都认识 我也给成敦的人讲了计划 猜猜我推荐了几个人 零 因为我没有运用推崇 更贴切的说 是生意的可信度 我当时没有在这个生意里的可信度 有多少人被问到 这个难以置信的问题 那就是 你在这个生意里赚到了多少钱 你被人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在这个生意里赚到多少钱了 当然 你们可以这样回答 你简直不敢相信 不过 对于在座各位新人 我建议你 可以运用你领导人的可信度 学习 推荐他们 推崇他们值得你推崇的地方 推崇就是找到适合某个人的正确信息 有多少人曾经做过年终评估 你的上司也许总是会说 你做错了哪里 他们说你所有事情都做得不错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等等等等 而在我们的生意里 我们找到人们做正确的事情 找到人们哪里值得称赞 然后称赞他 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做到钻石 那就不要推崇这一点 但我们可以找到他值得我们称赞的事情 然后用这一点来称赞他 而且我们会在他带来的新人面前这样做 推崇是这个生意的浇水一样 他让耶格系统和其他所有我见过的事情大有不同 我相信在这个生意里有一段时间的人都同意这个说法 因为德士特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成功 有人认为有车有船有飞机等等是成功 最后接下来我要给各位读一段话 是我非常尊敬的约翰·麦克斯维尔写的 他非常生动的说明了成功的意义 先给各位另外一句话 作为我们最后的热身 他说的是 跟要向下 静才能向上 耶格的个人及专业发展系统就是这样 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各位 都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好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约翰·麦克斯维尔 对成功的定义 他说 成功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 知道你生命的目的 知道你生命的目的 这听起来很大 是的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我研究过这个话题 你们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作业 成功的第二个含义是 成长和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这句话多好啊 成长和发挥你最大的潜能 你们是独一无二的 有多少人知道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天生的天赋和才华 找到你的天赋和才华 并且发挥它们 这就是成功的意义 最后 回到种子的话题上 成功的第三点是 拨下造福他人的种子 我们的生意机会就是种子 这是一个旅程 很高兴今天下午和各位分享我的旅程 再见